這系列的作品其實起點的時候 其實就是插紙人Ivy 就跟我們提出了藝術有些真假的部份 她覺得真假的部份很有趣 我就嘗試想有些什麼可以回應 其中一件事就想起 預言故事這個形式是怎樣 預言故事是很有趣的 她透過假的事說真實的社會是怎樣 《法律王子》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因為對於我來講 我一直都關心禮物經濟的活動 我記得《法律王子》是正正是一個 經常用禮物經濟去不斷分享一些東西的故事 首先《法律王子》之外的主角 就是那隻小鳥 其實本來是燕子 所以從這裡開始 來到尤間看到一個很大的草地 因為今年是玫瑰20周年 立即會想起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的地方 同時會想起回歸時 我保持了公仔頭的錢 或是97年前的楊子晶的硬幣 這次都拿出來 把地方平均一分為二 其中一面我們會有去落葉 就不會收拾的 另一面就要清掉落葉 透過制度你慢慢會看到 兩個地方的差異是怎樣 這次的作品就分開幾部份 譬如在遊街正食這裡有一部份 因為最主要的想要把藝術 是洩入一些現實的環境 首先就有七間舖 即在遊街附近的七間舖 就會有些跟那間舖有關係的 一些物件擺入用圖自造 倒霧就沒有顏色 就放在他們 譬如在檔口或菜檔裡面 譬如後面的書架 廚房 浴嬰室 都有拜到東西 中間還有一兩件作品 是有些互動的 譬如浴嬰室會有個交換奶瓶的活動 如果一些寶寶來 一個真寶寶拿著一個 陶瓷奶瓶就可以拍照 放下自己的奶瓶就可以換走 一個奶瓶的Outwork 譬如我做賭母 很多時都會想真假 或者原本的物件和它的copy 就是它倒出來之間的分別 中間其實有很多東西要玩 譬如他們的內容沒有了 或者size不同了 又或者形狀依然在到 但是它還是不是那件物件呢 攤了選的物件出來的時候 我發覺我想將它們有個聯繫 剛才製埔也有人問魚是什麼 他們都很努力地說 遊街實現有些project 和藝術有關 我想他們會多了 在附近會多了一些事情發生 而他們久而久之會習慣 就是牠們的藝術會插入我的空間 那麼 星星大跟星雨三 星大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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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